在上赛季,森林兰好不容易打进了季后赛,虽然是西部第八的排名,而且在手轮就被火箭淘汰出局,但作为义军14年的时间里,都没有进入过季后赛的球队而言,已经相当不容易,只是吃了一把甜头,尝到季后赛是什么滋味了。 赛了之后,球队就开始进入一个相当不顺畅的时期,拔特了各种折腾,拒绝拒绝,喷自己队友,还给支持他去其他球队的言论点赞,如果说这位老将离开,或许对于森林郎来说,只是壮士顿外,但是作为舰队基石的唐斯,也不想继续待下去呢,那就是断了命根子了。 作为2015届的新秀,唐斯已经在联盟里效力了三个赛季的时间,转眼间新秀合同即将结束,哪怕是作为受限制自由球员,依旧有很多球队,对于这位年轻内线虎视眈眈,一旦他进入自由市场, 森林郎很有可能,会收到疑问,他们无法匹配的报价,为了杜绝这样的情况出现。 在他的合同年之前和唐斯取约,也许是最好的盘算,只是唐斯似乎并不怎么买森林郎的账,目前森林郎与唐斯的提前去约合同谈判并没有取得如何的进展, 可以在2018年10月16日之前,与森林郎提前去约最高达到5年1.58亿的合同,不过由于是受限制的自由球员,钱多少对于他来说,不是最重要的,因为只要森林郎愿意匹配的话,他怎么样都必须留下来。 所以讨论之所以会僵持的原因,似乎是一位合同的粘性问题,森林郎固然是希望用一份5年删决将唐斯留下,但是唐斯个人而言,似乎已经用不想继续的森林郎征战下去的理由,而且不过分的说,他做的事情,不会比巴特勒要收敛多少,稀薄度的用人,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唐斯不希望一直都在场上疲于奔命。 坏做是谁都受不了,而且球队里还有一位好为人师的老大哥,已经公开的自己了,在赏赛纪落下帷幕没多久的时候,西伯度就将球队里个别工作人员辞退,其中就有一只陪伴着唐斯和他相交信赌的助理教练,于是当时唐斯是真的不希望继续留队,甚至还给不可PO的他身穿太阳球员的推特点赞,老将不跟你许约, 小将也不跟你许约,到底森林郎是中了什么毒,背下了什么骨,才会那么不堪,也许把特勒和唐斯都会在2019年的时候选择离开,也说不定,或许,没有西伯度,这只球队会好上不少。 谢谢大家